7月2日香港有3组试集,第一组集是1200米,最高分是嘉应知星,信心保证,加州复星,妙孙达人,加州议长,志同道合 7月2日试集第一组,七只马士来地1200米,开集稍稍最快的是加州复星最出的 自己拖在后面是一只劲无比,加州复星快,中档还有一只快,信心保证,面固,交叉,鼻固都有 现在抢上去放了一只妙孙达人,贴兰第四位志同道合 现在不是很快,看要追马的就是嘉应知星,贴兰,拍着扣女,就是加州议长,包到尾就是劲无比 预备入彎,前面带头很快的脚,就是这只妙孙达人,加州复星外面第二,贴兰第三,志同道合 中间夹着,还有一只信心保证,后面有一对高东尼马房,尾三位置 就是加州议长,尾以嘉应知星,包了六味,还有一只劲无比 入籍路,前面带着进来,还有一只妙孙达人,志同道合 第二位,最出就是加州复星里面,还有一只信心保证 拿到最出,加州议长,贴兰,岳哥,头不是很软追马 就是嘉应知星,包了六味,还有一只劲无比 到最后100米,前面都单打独斗 志同道合,这个势就要将这只妙孙达人赶过,就赢出了试集 妙孙达人第二,第三是加州议长,中间就有一只信心保证 外面竞无比追回很多,武马现在望空就走上去 尾以嘉应一升,包了六味,自己退下来,就是加州复星 第一组集,1分9秒62,快时间 志同道合,8.25,评分有少少少少少少少微微利的,93分 但是7月14日那场,他会对着忠心勇士,我怕他跑屁 但是状态非常之好,妙孙达人28.25,状态很好的 但是呢,103分,位置马来的,三四重彩拖脚 加州议长尴尬一点,上次跑得低才输,应该赢的 那现在101分就麻烦了,一班不够跑,他要减了分 不知道会不会有105分,我没有看过那个赛期表 所以我都不确定是否有105分去跑,因为如果他跑 一班赛是不够跑的,所以我想8分水准,他退得几快 但是,如小不,如小不,但其实他全程就三叠 那下年才算这些马,信心保证,状态很好,8分水准 但107分,浪,位置马来的,这只竞毛比说了很多次 他跑打比之前,他说是1600打上马来的,会好好的 上次,如果跑得好一点,取位顺利点,他应该赢了 我觉得他现在有8.25最准的,WinPay对象 大家会不会,贵尾再多一场,加映之星 你当没有跑,没有试过闸,因为他泥地和菊草 不是很肯走,不是很肯追马,虽然他预势不错 我觉得他评分仍然有少少微利的,三级赛 阳榜赛,他是可以在前面走,走掉你的 千四千六马,我觉得他是一只8.25水准 但只是位置马来的 好了,第二组集了 都是1200米,四班为主,美丽精神184分 好,开闸的时候,腹线就稍稍慢了,果然有都不利落 南庄家宝三者在后面 前面,德胜门就很快的脚落,摆在前面放我 潘顿氏 第二位就是安定凡省,铁文就加映封彩,最出是美丽精神 在马南中间第五,就进着是,出阵不快的果然有 现在一路堆起头,走上去 外面就是赤火神龙,尾三的位置就是覆舌 尾以,南庄家宝,包了到尾手手,脱了截就是鸿土机会 开始入彎,前面带头德胜门,嘉应风彩第二 外面就是安定凡省,将他赶过 进占第四位,就进着是,美丽精神 第五,第六,果然有,是铁蓝,后面就覆舌 外面,赤火神龙,尾以,南庄家宝,包了到尾,还是鸿土机会 直到上面,德胜门就带着进来,嘉应风彩,外面就是安定凡省衫 已经跑掉了,后面一路熬着上去,美丽精神,铁蓝一路上去 果然有,中间稍稍移,就进着是,外面南庄家宝,外面就覆舌 后面一对,赤火神龙,拍着这只鸿土机会 接近终点,德胜门,速高带到,一放到底 第二位就是这只,嘉应风彩,第三就是安定凡省,外面美丽精神 铁蓝,果然有,中间六三,南庄家宝,自己开始直到中间移,就进着是 现在,袁蓝走到最后三,就是这只複线,后面一对,赤火神龙,紫色衫 还有中间,鸿土机会 好了,第二组集,时间慢,刚刚第一组的1分10秒01 这只,叫做德胜门,外国叫做Moss Chavelle 其实它在赢场处理马赛,很适合,在东奔赢场处理马赛 竟然可以过来香港,挺神奇的 可能因为这次戴了眼罩,因为它戴了眼罩会进步很多 这只马,抹下它,戴了眼罩很厉害 这只马,所以这次试习试得好 所以戴眼罩,我状态给它8分初起,但70分够赢 现在还在68分 如果它季尾,跑长1200米,可能有得收 嘉应风彩,赢完那场马之后都说,这只马其实不太厉害 很厉害的时间,不漂亮的 但状态勉强给8分水准,拖脚而已 暂时四班不觉得很超班 安定繁荣,不用年轻试,还好啊 还肯走了,但44分我觉得它要进步 如果它季内出现100分,拖脚 美丽精神,这组集当然严短,1400、1600马 骑下去不错,跟前一点好一点 狀态很高的,8.25分 但是84分有点浪浪的,二班,位置马来的 果然有,南庄家宝 只可以说南庄家宝追一点,但不算很厉害 因为南庄家宝78分,有点尴尬的评分 进着时没试过,那些腹线还未得 不多说这些博卖会的马主 还要是范高义的儿子 然后就是赤赤火神,没有试试给你看 但是状态有8分水准,上班只能拖脚 好,第三组集就是1050米的 有一只新马,大来精彩,有新力宝 比较高分一点 有点好笑 开门,算出得挺齐的,有几只稍微慢了一点 大来精彩,威力旗和最初的皮具之声 看回前面 新力寶戴着面固在中档 快点 铁蓝超霸无敌 第三位就是加了防沙眼罩 平海宽星这衣服就稍稍快点 铁蓝就是标棋飞 中间苏哥尼最出就是六三 《逐梦时代》 最后的位置就是这只皮具之星 铁蓝带来精彩 转弯很不规矩自己查下去 就是很久没跑的胜利渡航 拍着包在尾就是威力旗 预备入直路 前面新力寶前速够快 放在铁蓝就放 第二位跟着他超霸无敌 平海宽星不断 后面就是《逐梦时代》 拍着里面 苏哥尼这些脱离了后面 中间就皮具之星 铁蓝飙企飞 中间红衫带来精彩 最出就是一对 威力旗就拍着另外一只胜利渡航 去到最后100米 前面新力寶又够熟又够快 又一放到底赢出这次试集 平海宽星追回第二 第三超霸无敌 三只都脱离了 很久没拍的胜利渡航 追回第四就拍着里面 皮具之星 中间六三就是这只《逐梦时代》 外面威力旗 贴蓝衣 现在背衣 就是《逐梦时代》 中间标企飞 包着六味就是红衫 带来精彩 第三组集 1050米 时间1分0秒27 不算很快时间的 那就要讲的就是 新力步 根本不同班 仍然去买赢 8.25水准 可以赢的 现在这个评分 二班应该还没见顶 不敢说是一班 但是90分之下都应该长期要拖住 平海宽星 松松的地会好 因为《逐梦时代》这个种 全部都是濕濕的地会好些 我建议给他一些时间 暂时8分水准 最多都是拖脚 71分 超霸无敌 这个PPG 前速好一点 起码好像集中了 肯跑一点 换了个开封眼罩 好像好一点点 但是都是没够水准的 我只能够给7.75 我建议最多最多都是使用彩脚 如果他在贵内跑的话 夏天会更加好 胜利渡航 贵内跑了两场 还是第三场 后面随便追上来 没东西看 7.75 未够水准 皮具知识这个自购生物 I am invincible 我看到他很肯走 跑了泥地也是很棒的 刁下他了 跑了泥地特别棒 但是后面那些全部都是未够水准 我不评分 一定会再试习 国际拍卖会的《逐梦时代》 Hinton Brook 总之未够水准 迟些先 威力奇 这只Havana Go的儿子 始终这些北半球 四岁了 还很生硬 比东山再起还差 Soul Gawley 四岁自购马 拜苏于星 信可成真 在外国叫Soul Glorious 在Hasting跑 对手不强之下他赢 勉强较70分 四班马来的 这些马 等下先 Bill K. Fay Mahattan Ring的持久新马 又是未够水准 带来清彩by Big Bad Bob 这个是国际拍卖会的马 所以 跑尾几 包尾很合理的 五班见 这些马 多谢大家收听 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我的Facebook和YouTube Channel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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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